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王業、鴻雲一班人走了二十幾日 過了老河口武當山已經在望 武當派道家、族家的國之弟子已經聚集在山上 知道王業、鴻雲接著卓一行回來就紛紛出來迎接 上到山上白石道仁和青梭道仁也走出道觀來迎接 卓一行行禮之後白石道仁帶他進去裡面 佔養紫陽道長的遺容 紫陽道仁小小已經有兩個月了 武當門下或者等卓一行回來 還未能將他安葬 紫陽的屍體用藥物防腐 雖然過了兩個月還好像生前一樣 卓一行揭開棺材蓋來到尖養 不禁毫濤痛哭哭到暈 過了很久 卓一行才醒來 只見四個師叔和第二代南北國之的十二個大弟子 分別排列在兩邊 分別排列在兩邊 表情縮目 黃業道仁說 黃業道仁說 一行 你師父生前對你愛護備至 將平生技藝全部傳授給你 目的 就是希望你能夠繼承他的遺孕 將本派更加發揚光大 你知道嗎 卓一行 卓一行叩頭說 弟子粉身碎骨 亦難以報答先師於萬日 黃業道仁扶起他 那你今晚木浴齋戒 明天就舉行大典 由你接任掌門 對本派各知的情形 你有不明白的地方 現在就可以問明白了 卓一行說 掌門的大任 弟子慢慢不敢擔成 為什麼呢 弟子年輕識淺 不能夠做同門的表述 要光大本門 只是要你這樣的年輕力 狀有才能有魄力的人來擔任 難道你還想推在我們幾個白野公身上嗎 卓一行看了余新成一眼 余新成都不等他開聲 就率領著本資的四大弟子過來參見 他說卓然底你不必推辭 前任掌門的遺命 誰敢為抗呢 何況有四位師叔扶持你 余新成是以為卓一行怕同門不服 所以才這樣說 其實卓一行就不是因為這樣的 白石道印有些插口說 一行 你應該想想你師父生前對你的期望 卓一行四位一望 看到同輩那十二個師兄弟當中 確實沒有一個是有能力承擔重任的人 知道另外提出人選 你必然是不會被接受的 黃業道印又緊迫一句話 你師父不能夠長久停官不葬 你如果不接任掌門 令他不能夠入土 你又於心何安呢 出一行哭了 各位師叔師兄 弟子身受本門重恩 既然有先師的命令 當然要遵從 無論弟子還有其他事情 就是要接任掌門 也要等待三年之後 黃業道印問他 為什麼 弟子被人喊害 現在是朝廷陰犯 如果不辨明清白 怎麼可以接任掌門呢 黃業道印吃了我怕 就叫卓一行進去內室 仔細地問他什麼事 卓一行因為事關重大 所以一路回來的時候 見到這麼多人恐怕洩漏 所以就未曾告訴黃業聽 現在迫於無奈 唯有說出來 黃業道印聽見 滿洲收買奸人 圖謀傾覆朝廷就大為震驚 他想一想 忽然間問 那這件事 玉羅撒知不知道 卓一行說 玉羅撒當然知道了 在華山上和惡鬥的六摩之中 有兩個就滿洲奸世了 那麼 玉羅撒既然是六臨大盜 有人要傾覆朝廷 豈不是和他志同道俠 玉羅撒對那些人恨之赤筆 不但是他 王朝夕也是這樣 六臨豪傑也是這樣想的 天子可以取而代之 但是絕不能夠亡於異族 嗯 本來我們武當一派 素來都不主張過問朝政 但是事情既然有關國運 你又身受不白之冤 這樣就不能夠不管了 你是否想等師父安葬之後 就去京師呢 是 我要面見太子 將那些奸人喊害陰差 嫁禍於我的事情說出來 那 對其他同門就不必說了 至於四位師叔 你是應該稟告他們知道的 我都是這樣想 我不是不信同門兄弟 就怕人多知道了 反而會洩漏出去 你曾我很明白 你不用再解釋了 黃業道人 吩咐搶一行 在政室裡面等候 他就出到外面 將紅韻 白石 青梳 三個人喊了進來 商量了很久 白石說 既然是這樣 掌援這個職位 就由黃業師兄 站待三年了 黃業說 我年紀老了 精神不好 怎麼能夠應付啊 白石道人說 反正不過三年 師兄你不接任 還有誰可以接任呢 黃業道人就只有答應了 四老和卓一行一起出去 對十二個弟子說明 一些同門兄弟知道卓一行被人陷害 當然很關心 但是他們又知道這件事關秘密 也不敢問那麼多 那麼忙了幾日 紫陽道長安葬之後 所有俗家弟子都紛紛離山翻扯了 卓一行呢 仍然留在山上首校 有一晚 黃業道人 將他喊進去雲房 問他 你父親在北京的時候 有沒有幫你訂下婚約呢 卓一行說 沒有 那你有沒有義中人啊 都沒有 你年紀不小了 你應該訂一門親事了 弟子重校在身 怎麼能夠講婚事呢 哈哈哈哈 我雖然不是官患人家 鼓勵你還知道些 重校在身 結婚就當然要等三年復滿之後 但是講婚事就不緊要 卓一行我心一震 他連王說 我實在不想這些事 哈哈哈哈 以你這樣的人才 就應當配一個財貌相傳的淑女才是 那個玉羅撒 武功雖然是高 不過他是一個野性難除的強盜 我勸你呢就不必留意他了 弟子並沒有這樣的心啊 師叔你這樣講 是不是不相信弟子呢 你是本門最傑出的人 身負重命 我派你誤入歧途 請師叔放心 弟子還知道自愛 這樣就好 這樣就好 不過呢如果有合適的淑女 我是要勸你 訂了下來先 免治個心呢又想其他 卓一行就越聽越驚 在他心目之中 雖然也確實未想要跟玉羅撒成婚 但是不知怎麽 自從見到他之後呢 就覺得天下的女子都不值一顧 玉羅撒那種強烈的歌聲 雖然有時也令他怕 甚至令他討厭 但是已經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頭 現在聽師叔這樣的口氣 好像想和他做媒人 嚇到他連王擺手說 弟子實在不想過早議論婚事 王業道人見到他這樣的樣子 知道他所說 對玉羅撒母情的說話未必是真的 但是沒有法子 就希望他見到另外一個更好的人的時候 給他們機會多些接近 讓他慢慢移情 卓一行見到師叔微微一笑 沒有再繼續說下去就鬆一口氣 他站起來說 師叔還有其他吩咐嗎 弟子想明天離山 本來搶一行 想搜滿三七之後才走 但是聽了王業今晚這樣的話 他只是想早點離開 王業又說 你先坐下 你是本門代任的掌門弟子 我就不放心 你一個人去北京 因此我想叫你四師叔陪你走一趟 四師叔是白石道人 白石道人在武當五老當中 雖然排行第四 年紀最輕 今年剛剛五十出頭 而且他做道士 不過是最近十年的事 卓一行約了知道他俗家姓何 是他妻子死了之後 才上武當山做道士 王業說 你四師叔前那年 和鐵飛龍比獎輸了之後 勤修內功 現在都已經不同往日了 你多些和他親近也有好處 卓一行說 有四師叔和他就好極了 不過太過麻煩他就是了 王業笑著說 啊 你和師叔都講一下氣話來 於是就含笑站起來 叫他早點休息 在四個師叔之中 卓一行平日和白石道人比較接近 那有他做盤也挺歡喜 第二天 卓一行拜別了三位師叔 又去師父的墳墓祭殿了 那才和白石道人下山 一路曉行耶叔 走了十幾日之後 就進入河南省的東部 白石道人說 一行 我和你去嵩山游覽一下 好嗎 卓一行一心想去北京 就很奇怪 師叔為什麼有這樣的興致呢 他問 師叔為什麼要游嵩山 哈哈哈哈 嵩山是五岳之一 大好明山 怎麼能夠錯過呢 等辦完事之後 回來的時候再游都不遲 唉 趕著去北京都不止在這幾日 而且 我不單是去游覽的 我還是想去探一個人 既然是這樣 弟子應當奉陪 卓一行我心想 師叔你為什麼不早點說 嵩山 是泰塞少塞兩個山的總稱 兩山對齒 中間距離大概十幾里路 在少塞北陸的五遇峰之下 就是文明全國的少林派權術法原地少林寺 那卓一行問 師叔是不是去少林寺參與 白石說 爭到不痛 我去參與做什麼 我和少林寺的主持也沒有什麼交情 我和你先去猶太室 如果有時間 再去少塞山 卓一行更加覺得奇怪 武林人士來嵩山 不去猶嵍少林寺參 他所探訪的人大概都不是武林人士 但是師叔既然說要先猶太室 卓一行就跟著他去 這招 兩個人一早就起身 就爬上嵩山 這一陣天還是蒙蒙光 嵩山上面 迷迷蒙蒙一片雲海 上到半山那些迷慢的雲海 才漸漸由厚而搏 自見一輪族日在雲海之中浮現出來 山上的風景 好像忽然間 揭開了一層漲漫那樣 豁然顯露 自見蜂鸾紅瘦泉石青煙 岩洞幽深雲霞明媚 尿明遠轉花香撲鼻 卓一行說 啊 明山景物 果然是妙絕人環 兩個人休息了一陣 用山水送乾糧 吃了半飽 繼續登山 嵩山上面古柏很多 兩個人柏樹從中穿過去 逛了一陣越上越高 見到有豬老柏樹 蒼翠天昂 樹身兩個人合圍都圍不過 白石道人說 相傳漢武帝來到嵩山 就曾經封這棵柏樹做大將軍 所以一般遊客都叫他做將軍柏 如果這個傳說是真的話 這棵柏樹大概有兩千歲的高齡 明洛 卓一行說 人生不過百年 比起這棵柏樹 不過是小孩子 何苦爭鳴奪利 紛紛擾擾呢 正在那裡聊 白石道人忽然抓他一下 細細聲說 你聽 好像有人在上來 他和卓一行躲在柏樹後面 只見那邊山路有三個軍官走過來 其中有一個搶一行 認得是錦衣衛的指揮石浩 他想 怎麼他都有這樣的興致來遊松山呢 忽然間覺得白石道人拉著自己的手 微微有點震 這三個人講說話的聲音 順著風吹過來聽得很清楚 只聽到石浩說 李大人 陰差已經送到衙門了 我們的淡子就輕不少了 那個被他稱呼做李大人的就說 太子就要登基 所以 梁文彥平他們也不敢再對陰差加害了 卓一行聽到心念一動 他們所講的明明是周里兩個陰差的事 聽他們的口氣 似乎陰差已經被他們找到安然脫險 其中有個人又說 李大人顧劍情深 今晚我們要套養一杯團圓酒 那個李大人微笑不回答 出一行雙眼一瞎 覺得白石道人面色有點異樣 他只是想開聲 白石打個手勢 叫他不要出聲 那三個人上到山上 石浩說 哈 這棵老柏樹居仲這麼蒼翠 真是難得了 我們樹腳休息一下 那個李大人就說 啊 美人自古如名將 不許人間見白頭 這棵樹好為大將軍 二千歲高齡都還沒白頭 真是羡慕了 那三個人越走越近 白石道人正好想走出去 忽然間一陣山風吹來 又送來女仔講說話的聲音 見過三個人一起停著腳步 過了陣間 在山頂有個十七八歲的少女走下來 她還拖著那個小女兒 那個小女兒不過十歲左右 那一路就跳下跳下嘻嘻哈哈 那個小女兒見到生人就說 她說 姐姐你看看有人在這兒啊 叫他們讓開一點 我們在這兒做這些 閃眼間 白石道人的手又微微有些震 那個李大人 那個李大人約莫四十幾歲 那個相貌都頗為威武的 她走過去說 喂姑娘仔 你叫我什麼名字啊 你媽媽呢 那個小女兒說 要什麼你管啊 但是她還回答了一句 我沒有媽媽的 有個姑姐的 那個小女兒看著李大人一眼 她就說 媽妹不要理他們了 我們回去了 那個小女兒問 姐姐 她們是做官的啊 姑姐說做官的都不是好人啊 好 我聽你說 不理她 那個小女拖著妹妹 另轉身就走了 那個李大人就連忙叫她說 喂喂喂 我們不是壞人啊 麻煩你帶我們去見你的姑姐吧 那小女兒說 我姑姐不見你們 李大人身邊那個軍官 似乎想巴結上司 飛身一跳就攔著那個小女 笑口細細地說 姑娘仔你真漂亮了 為什麼不理我們啊 我們帶你入城玩一下 那裡很好玩的 一字說 一字伸手想摸小女的面豬 李大人就叫她 老胡不要亂來啊 說又未了 那個小女的手一揚 只聽見啪一聲 那名軍官就捱了一巴 卓一行見到幾乎想笑出聲 我心想 你那些軍官平時似世欺人 調戲婦女都不當一回事 抵她捱這一巴 看這個小女的出手 一定是練過武功的 那名軍官就叫做胡國柱 職位是比那位李大人和石浩 越低一級 但是這三個人一起在錦衣衛裏面做 平時是喝花酒玩的 女人經常在一起 先讓那個胡國柱聽上司喝她 胡亂來的心已經不高興 她想 你們假正經 誰知熬了 嘩 嘩 臉火辣辣那麼痛 當堂火起 向前一撲 雙手拿過去 那個少女將門會推開 一朝如風似弊 雙總一陰一仰 輕輕一夾 就將胡國柱的來勢消除了 接著雙總向前一握 胡國柱不敢退後三步 那少女說 喂 你是不是想打架啊 胡國柱身為錦衣衛的副指揮 又是昆倫派的好手 在武林中有些明星的 竟然間一時大意被那少女出招逼到後退 在同僚的面前 真的很沒面子 於是她又喝回頭說 哼 你想跟我打架啊 少女說 不是我想跟你打架 是你想跟我打架 胡國柱說 好 不管誰想打架 這場架一定要打 那個李大人本來想喝著不好的了 就轉變回想 儘管看看這個少女的武功如何 看她是不是那個人教的 就大聲說 喂 要打架來這處打 這處地方夠闊 在山路上打有沒有好打 那少女說 你們三個人一起打我一個 我也不怕 講完 就將我妹妹 安置在石頭上 坐下 吩咐她說 你看打架 不要亂走 那個小女孩拍著手這樣笑 說 好啊好啊 看打架啊 看打架啊 姐姐 一定要打贏 那些人家 少女 飛身跳起來 來到古柏前面的空地上 賴的頭 賴啊 手說 喂 來啦 胡國柱惹到臉都紅了 然後來到了 所以輕功上她已經先輸一招了 少女 欺定神閑 等待胡國柱動手 直到说,老虎,不要大意啊,你姑娘是个行家来啊,胡国柱脚尖了点,飞身飙起,右拳劈面就打,喝一声,接招,少女一声冷笑,身微微一晃,反手一掌,折击敌人的右臂,胡国柱喝一声,来得好,左掌向上一踏,右手向上一身,向少女面门拿过去, 这一招呢,叫做金龙探爪,是昆仑派龙营十八色之中的利害招数,怎知一手拿过去,竟然破过空,那个少女的身躯,撒声顶开,右掌一下反劈胡国柱的左勒,胡国柱一个弯腰转步,避开这一招,怎知少女的左掌又出了,变成印掌,向着胡国柱胸口印过去, 啊,胡国柱大吃一惊啊,立刻挺起身体,啪一声,胸口就不用挨打了,但是肩膀中了一掌,打到他退后几步,哎呀,好险啊,如果不是用肩膀硬折啊,胸口的耀穴被他印掌打中,就拿命了, 哦,胡国柱领了两招,不敢轻敌,揮拳再上,由龙营十八色的掌法,改成黑虎拳了,这套拳呢,就适而进攻,威力极猛啊, 那个少女轻功虽然是好,但是气力是比较差的,一时间呢,打成了平手,打了一阵间,少女的拳法忽然间一扁, 在胡国柱收尾就要来要去,尊减她的空荡袭击, 胡国柱的身份远远不及少女那么兴灵, 一阵间那么久而已,又年轻捱了两掌, 好处击击的呢,不是要害,还可以顶得顺, 但是呢,已经搞到满头大汗了, 那个李大人看到一尾那么拧头,他说, 老石,你去拉老虎下来啦,不要打伤那个女子, 石膏一个战部冲上去插在两个人中间, 左掌一推,右掌一打, 那这一招呢,叫做大马归曹啊, 胡国柱被他左掌带到旁边, 那个少女呢,又被他推开几步, 这个少女不愤怯,又是冲上来大声说, 好啊,你们一起上啦, 那个李大人说, 姑娘仔,不别打啦, 我们都是一家人啦, 你的师父是不是姓何的? 少女一下子就不出声了, 各位,欲之后事如何, 车定下回分解。 哥们市场上来的程度